我想我們的記者會今天就開始 其實今天開這個記者會的目的很簡單 就是南投縣政府包庇違法 打壓合法 宛如威權統治的再現 所以我們今天開這個記者會 就是要來揭發 來告訴社會大眾 南投縣政府是怎麼樣的一個縣政府 到底南投縣還是不是一個民主法治的社會 那接下來呢 我們就先來看一段 南投縣長林明珍在議會接受質詢時候的一個影片 最近在中間新村 中間國中棒球班 我們也提出一些意見 向前才能存檢 說這是能力文法 我說棒球 打棒球又跟能力文法有什麼關係 所以現在來協助我們教育工作 不是來處理工作 不過我們現在要讓我們的理事長 成員 實際上我們廣政的薪水 本來不配我們的公圍 還要配我們的公圍 你要犯理那個產業公會的事情 都到下班之後的理事長 就來合理嘛 真的嗎 你今天廣政的薪水呢 也實際上產業公會的薪水呢 對不對 如果你認為產業公會最重要的 然後主要提供第三個議事長 我現在是 suivi 南投縣教育產業公會 他跟南投縣政府本來已經約定好 有會戶價 南投縣教育產業公會 有3000多個會員 也就理事长 副理事长两个人 有比较完整的会务价 然后呢再加上 一两个干部有检客 就这样的一个 已经有约定好 会务价的事实 就因为 南投县教育产业工会 检举 中兴国中 围板常态边班的 一个事实 就遭到 南投县政府的打压 取消会务价 在刚刚的 影片中我们看到的 他是说棒球班 事实上在去年 一月的时候我们 把围板常态边班 的资料亮出来 真正问题所在 不是棒球班 而是能力分班 也就是 十几年前教育部就已经 明文尽职的能力分班 在南投县中兴国中 继续存在 明明电脑边班 已经抽出来的学生 班级姓名 中兴国中 可以在事后 再把他 离包换太子 把一些 有权有势的 学生 这个家长 有权有势的 这个学生 统统编在 所谓的明星班中 这样的情形 其实已经 非常多年了 南投县教育产业工会 为了贯彻教育法制 向教育部 向监察院检举 这样的一个检举 竟然会被南投县政府 指责说 来破坏教育 被南投县政府 指责说 你只示范工会的事物 不顾南投县的教育 我们就不晓得 为什么去检举违法 违反常态边班 规定的一个事情 竟然 南投县政府 南投县长林宁针 会如此的爆调 我想 我们今天 目前到现场的 有我们 南投县县议员 林永宏 林议员 还有我们 南投县教育产业工会的 李市长 施荣亮 施理市长 首先 我就请 施荣亮 李市长 来 把整个过程 做一个比较清楚的说明 请 各位媒体 大家早 我们这边有简单的 一个资料上写的 南投县政府 打压南投县教育产业工会的大事件 在100年 我们开放教育可以组工会 我们5月份 就组工会 当年的6月份 我们就去拜会 当时的教育处长来谈我们的费务价 就是干部的费务价 然后在100年的发月份 就合理我们第一届公会的费务价的公文 到了我们第二届103年的发月份 我们一样跟我们当时的教育处的处长 也来协商 来约定了第二届的费务价 那到了104年 就去年的1月份 因为中兴国中李芝陶校长 他现在已经退休了 李芝陶校长 他违反能力边 叫违反能力边帮 当年全县统一 由县政府来做电脑的常态边帮 全南头县就唯独李芝陶校长 重新编班 我们开记者会来检举 那104年的4月 教育部的国教署到中兴国中去查查 那就查出了 他们的制优班 应该是要分散式的上课 他们确计中式的上课 除此之外 还违反设立了音乐班 还违反设立了鼓励班 那其他的班级 都是经过平安的调动 全南头县就唯独李芝陶校长这么做 当我们检举之后 104年的6月份 在议会的议题会当中 就有议员 认为我们南头县教育产业工会 管太多了 就是刚刚各位在影片上所看到的咨询 当时在刚刚影片当中 有明确的知道 县长当场就要取消我们的费务价 果不其然 去年104年9月份 那县政府就有片面的取消 本会第二届固定的费务价 到104年的11月份 在议会的第二次定级会当中 他又再次的重申 要取消我们的费务价 这是各位刚刚在影片当中所看到的 那在这整个过程当中 我们不禁要问 南头县的教育经费 其实重度的掩盖中央的困住 金块来掩盖是全国纳税人的钱 那其中也罢了南头县的纳税人 那我们老师的薪水 是来自于全民的税收 不是县长 不是县政府所发的 就连县长自己的薪水 不也是全国税收来的吗 既然薪水都来自于全体的纳税人 那县长也好 我们全体的教育人也好 都应该要尽忠指手 在各自的岗位来提升 我们的教育品质 这边有几点我要请问我们县长 第一点本会要求依法落实常态边班 有错吗 你为什么要这么生气呢 第二点本会为了维护全体学生 享有公平的受教权 出面来检举李之陶校长 维法能力边班 我们有错吗 第三点我们要请问县长 为何要包庇维法边班 难道县长您 赞同有权有势的家长 可以为自己的小孩 选老师挑班级吗 那一般的弱势的学生跟家长 怎么办呢 第四点 我们要请问县长 整个年级都违反常态边班 都没有按照县政府 你们自己的电脑统一边班 去边班 为什么你单独讲棒球班 难道是棒球班的学生和家长 比较好欺骗吗 第六点 第五点 我们本会检举违法 就县长的理解 就是干预教育政策 我们不乖乖的装容作洋 就应该被你打压吗 第六点 工会办部 只有在下班后才能够办理会晤 这是各位刚刚在影片上所看到的 我们要请问县长 这个就是南投县既定的劳动政策吗 南投县最大的雇主就是县政府 县长就是最大的雇主 如果连县长都打压受雇者 那其他的劳工 他们的权力能够指望 政府的公权力来保障吗 这是我们今天要请问我们的县长 关于县政府所发的新闻稿当中 有提到说 并没有打压我们工会 说我们可以逐案跟学校来申请 可以要工价来办理会晤 实际上都是一片的谎言 当我们要申请工价来办理会晤的时候 是不准的 现在只逐我们固定的里坚市会议时间而已 其他时间一定不准 那逐案这件事情 等下我们议员就可以证实 实际上现在我们的打压 不是他们书面上所讲的是实际的行动 那现在我们又说 我们不是企业工会 不能享有固定的费务价 一个企业工会30人 就可以享有固定费务价 本会的会员有2000多人 将近3000人 我们不能享有费务价 我们不能组企业工会是法律所限制 就以这个理由 说要对我们进行团体协商 协商要两年多 一直都没有下雨 一直都不愿意跟我们沉浸协商 在此协商过程当中 就直接砍掉我们的费务价 你这不是打压工会 什么才叫打压 再讲到说 我们的售后实数 县政府 以县长的理解 每个老师通通都在学校上课 才算是敬老师的职责 那我们就要请问县政府 请问县长 有多少借料到县政府教育处 去办理的老师 请问他们有上课吗 以按照县长的标准 这些人是不是通通都应该回到学校 还有学校里面中大型的 这些兼职的主任 主长 他们的都有检授实数 那是不是这些主任主长 依照县长的理解 也通通都要上完课之后 才去办理这些行政业务呢 本会处理的事情 2500多人 以上是县政府所直接聘付的 再加上其他会员将近3000人 我们要处理很多事情 光是协助会员处理各项问题 我们还要参加政府机关的 招牌各项会议 代表会议 还要沿上各项教育政策跟议题 比如说我们最近比较全国性的议题 比如说年经改革的部分 就不可能不是全教育干部单独的 都是要各县市的教育工会 就县内县整合一线才来的 这些要花很多时间 我们要办理教肆研席还有宣传 我们要协助学下处理 临时发生的紧急问题 这些事情拎拎种种 请问县长 这些事情真的能够 下班之后才去处理吗 你真的认为工会就像 你的理解一样吗 这个不是打压工会 什么叫做打压工会 以上我的说明就到此 谢谢各位 接下来我们就请南投县议员林永宏林议员 来跟我们说一下他所看到的状况 谢谢 林委员长理事长 市理事长 各位媒体朋友 有时候做人家的民议代表 站到台北去议员会 实在感觉很减少 第一点 一百控三年的孙 陈志兴现在的农委会主委 当代理宪展的时候 从一开始 教育工会的这个会务者 我都给他们处理好 乔好 一百控三年买过的公务 也已经有发教师产业工会 一百控四年 我们的人民币 做官党之后 又片面把这个吹施毁 一百零三年的这个协议 因为说不过一年的时间 我们就已经 够定心发文 希望他导书三个工会 够定申请 甚至一百控五年的 这个新闻局 又说 产业工会 教师指示兼职 工会 会有这些转职 所以说这些会都是很外行 表示南岛的教育 一定都没有贴心 这里面 林林总统有一些事情 个案我先忘记说 但是我认为 南岛政府 针对教育政策 跟问题 应该复制进去检讨 一百零四年的时候 南岛的社会储 改名 社会及劳动储 这代表的意义 是南岛 希望要很注重 劳动储业的 劳动储业的团阅 结果 南岛政府 竟然跟南岛政府 高兽三个工会 不当劳动的仲裁 算起来算很讽刺 什么人说的这些是对 只管党说的这些是对 不一定会按照 法事的一个相关基础 现在来推行宪政的话 我相信 这些未来南岛的管政 这些是非常危险 所以我在想强调 过去 陈志兴做台义管理的事 就已经站好好的工作 为什么 站到一百零四年的时候 全民复杂 你把它片面撕毁这个协商 理由何在 原因何在 有什么原因 我希望南岛政府 要说明清楚 这当中有关系到 现在有没有一个传言 这刘仲诚 过去南岛的教主委处政 还有 陈志兴现在做农委的主委 这都是南岛的东西的 冠军者 为什么人民已经做管理了 就全面撕毁这个协商 我让人说 我们的所求在我们的问题 定义 可以让南岛的教主委 三个工会 未来在南岛的教育 可以进行发展 谢谢 好谢谢 那我们林淑芬委员 现在也到现场 我们请林淑芬委员 来帮我们说话 谢谢 好 我想先从工会法谈起 这个工会法第36条 抱歉 我来念一下 工会法第36条 它规定 工会的理事监事 于工作时间内 有办理会晤的必要者 工会得与部主约定 如部主给予一定时速的公价 这个是先讲说双方约定 第二项 即便没有约定 工会法都讲 企业工会与部主 兼无前项的约定 请理事长得以半日或全日 其他理事或监事 得以每月50小时的范围内 办理会晤 那我们在讲说 劳工利益优先原则 相关的劳动法令 都以保障劳工利益为优先 所以我们主张工会 工会法的一些基本立法精神 也应该要试用进来 这个是第一个 第二个 由此可知啊 双方要先约定 而且这个地方 2011年南投县政府 跟南投县的教师工会 也已经约定了 这个约定的内容是说 政府理事长每周 授课四节 其余时间工价处理会晤 这个是约定好的事情 刚才我想我们的议员 和教师工会都表示过了 全线有三千多名教师 这么多的 这个工都参加工会 三千名工会的会员 现在讲的是 理事长和副理事长 现在讲每周授课四节 其余时间工价 这个处理会晤 才两个 才两个 你说这两个的 会务价工价 会影响权限的 这个孩子的受教权 这个是假公暴私 明明就是啊 因为检举县政府的违法 损害学生受教权 结果却回头打压工会 举着红旗打红旗 事实上举着学生的受教权 打压维护学生受教权的工会 这一个县政府的县长 才是有问题的 所以我们在这里来讲说 瓦解教师对于这个教育的公共政策 公共事务的监督 让这个教育的官僚定于一尊 然后可以为所欲为 甚至连违法的事情都教育政策 都违反教育政策的 这个事情都可以做 这个才是应该要被处分的 所以我们今天啊 应该是立即要求 南投县政府要遵守 公会把第36条的规定 已经约定的事项 不可以片面禁止这个毁约 然后呢我们也希望这个南投县政府的教育局 本于这个依法行政的立场 对于损害这个学生受教的相关的 违法的编班的事情 也应该要立即停止 然后呢我们更希望教师工会的发展 关系到孩子受教权的保障 所以对南投县这个教师工会的发展的 所有的这一些相关的会务价 或是理事长副理事长已经约定好的 这个会务价工价的许可 也应该要尽速回复 我想这样子才是一个好的 正确的基本态度了 所以为时不完 请及时回头 县政府不要再用政治手段 打压这个教师工会的发展 谢谢 谢谢林苏芬委员的声援 我想苏芬委员其实说得很清楚 我们教师工会过去做了些什么事情 我们都可以看开来给社会大众检验 相信从我们过去的新闻稿发言 可以看得出来 教师工会是一直在维护 我们的教育法治序 一直在维护我们学生的受教权 希望教育往公共化的一个方向发展 但是就这样子一个检举 违反常态边班的事情 大家刚刚可以从我们播放的录影带 看得出来 南投县长林明珍 对于南投县教育产业工会 去检举违反的这个能力边班 他的态度竟然是说 这是扯南投县政府的后腿 然后从他的发言态度 可以看得出来 他认为工会你要么就是好好的听我雇主的话 要不然你就不要来做所谓的受雇者 你去搞你的人民团体 这样一种顺我者仓 逆我者亡的心态 这样一种包庇违法 打压合法的一个状况 我们实在很难想象 这是民主法治 已经走了一二十年的台湾社会 所以在这边 我们呼吁南投县政府 第一个要立即收回取消费物价的公文 回到过去诚信约定的状态 那么第二点 南投县政府应该要遵守 团约的诚信协商原则 在团约未完成协议前 必须遵守已经有的约定 第三个 我们呼吁南投县各相关学校的校长 立即同意将南投县教育产业工会 干部之前以试驾申请办理贵物的价格 改为工价 那么第四个 我们也呼吁南投县的校长 请你课尊专业的立场 不能沦为政治的工具 请立即依诚信协商原则 用工价得准办理贵物的请假 我想工会作为维护劳工权益 作为一个人民团体 他在先进国家的民主法治社会中 扮演相当重要的角色 但是今天我们很遗憾的 我们看到了一个由人民选出来的现场 竟然是用这样的一个威权的态度 竟然是用这样一个正极天下的一个心态 来看待他所属的教师工会 所以我们希望南投县长林明珍 南投县政府 请你们立即回头 立即回复当初跟南投县教育产业工会 所约定好的会务价 南投县教育产业工会 绝对经得起各位的检验 是 请 请 第三下 呃 之前的公会 这个有约定的会务价是什么 贵物券是什么 贵物券是什么 來 那個怎麼樣請 從100年我們公會成立的第一屆 我們政府理事長就跟當時的教育處處長 劉仲晴有做一個協商 他有發給我們固定的會務價 那第二屆 我們發給我們會務價是發給我們教師會 那南投建教育產業公會跟教師會 我們的所有幹部是完全一致的 我們會員的99%都是一樣的 到了第二屆103年 我們一樣跟當時的教育處處長 一樣劉仲晴 我們也跟他約定 我們也要發給我們的會務價 那會務價本身就是發給我們公會 以我們公會名義發給我們的 但是到了104年 9月11號 因為我們檢舉之後 就突然間再發個公文 片面的取消我們會務價 所以我們的會務價正式是有公文的 有公文的 那給各位媒體記者的資料上面 也都有公文 可以證明 我來補充一下 對 我來補充一下 在公會法的相關問題裡面 團體協約是屬於一種 依據團體協約法所達成的約定 但是在團體協約外 也有一般的約定 那之前所給的會務價 是採取一般約定的方式 請大家看我們附建山的那個公文 就可以看得出來 由南投縣教育產業公會 去要求合余會務價 那麼回復給南投縣教育產業公會 準會務價 這個是屬於一般約定的 那麼在這個一般約定之後呢 有進行團體協約的協商 那現在這個團體協約的協商 已經進行了兩年多了 沒有任何的結果 你是給我解釋一下 103年的這一個公文 其實是我跟陳列公會 跟縣政府協調出來的 結論跟結果 但是他們一百公司 那當時的 這個準的公文的 這個代理館上就是 剛剛我講的陳志欽代理縣長 一百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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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教育產業公會 因為這個 中興國中 違法 違法 障礙便班 這個問題 這些檢察院 因為他們已經把 反映很久都沒有聽 所以這裡 來 教育部 跟 檢察院 檢舉 中興國中違法 這樣開始之後 一百零四年 中興 縣政府才不准 他們就回復 說要隨每一個案子 開會 每禮拜 這樣 所以等於是 他片片撕毀 過去的一個協定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 當導管 定務林明珍 有親自 這個過程當中 我親自打電話給一個 育英國小的校長 叫黃文生校長 跟他講說 麻煩你轉告那個 他們的工會的幹部 黃建勳說 不得 跟縣府作對 不然的話 要把這個 黃建勳 這個工會幹部 要送人平會 去處置 這是錢金 比較有事 我還曾經跟黃文生校長 當面對峙說 有沒有這回事 因為我 找機會 都會有這回事 所以我想 找這個機會 給大家介紹一下 我補充一下好不好 我補充一下 他們的這個約定 其實跟新北市 都是一模一樣 大概是全國的 各縣市的 行政區域的 這個教師公會 大概都是比較相關的 模式在辦理 這樣是理事長 和副理事長 大概全部都是 每週教授四節課 其餘時間都是 公駕處理會務 公駕 維文 都是 我們新北市 也是這樣子 一週上四節課 然後其他都是公駕 去處理會務 那你說 這個有沒有約定 這個有沒有約定 就是南投縣政府 在103年 就發了一個公文 有關貴會第二屆 幹部辦理會務 給假議案 他在高中 這個 給各個教師 就是理事長 和副理事長 他都給他們 每週教授 四節課 其餘時間公駕 處理會務的 正式公文都有 所以這個 有沒有約定 這不但是一個 雙方協議 而且還是一個 白紙寫黑字的約定 對啦 我還要問一請 哪一種約定的問題 好 對 那第二任 剛剛有提到 仲采的這個情況 進入獎 過程 對啦 柔縣政府 偏偏的取消費務價 所以 我們向勞務部提醒 不到勞動行為裁決 那目前 他的調查庭 跟那個 行務會議 都已經完成 那 決定書 目前還沒有出來 還沒有出來 那這個過程當中 我們在 跟第二屆 工會 費務價 跟縣政府 有約定給我們 公務費務價之後 我們就已經 即時立即 展開 跟縣政府